魏王子 因为魏王子 别看他平时总是一身白 感觉穿的感觉冰冰有礼的样子 每到夜里他就会有一身 嘿 那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 家庭这个教养就比较好 你在影射谁不好 然后男后人 看起来特别像他说大了 对 然后特地跟我说 我们家里家教非常好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从小我们家 白色的衣服就要搁在 白色衣服旁边 这只能说明他收纳有规矩 他一个收深色 一个收浅色 就跟洗衣服一样 是不是感觉 你在京东买的好的洗衣机 黑的跟黑的一块洗 白的跟白的一块 好棒 他是一个收纳的狂人 这一点我已经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 就没了 接下来 震惊东的点 震惊东的点 这个白色的衣服上面是个鞋 但是他 他 居然 没有裤子 这么棒的一个房子 有这么多的衣服居然没有裤子 好不体面 天哪 好 那么说完这个黑衣服之后 大家可以看见底下有个藏宝盒 打开之后盒子里头有一张照片 叫做众里寻塌千百度 还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这个衣服不知道是谁的 因为我们王子 他有专门搁这个白衣服的衣橱 为什么那个白衣服都搁在这儿 那时候偏偏还要搁一件白色的衣服 还有点脏 那是为什么